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打破将军了 这状态来得非常快呀 面对多名放手球员的包架 这球还是打进了 进攻球员他展现了冲重的打门技巧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卡图图 迪亚尼拿球 伊瓦菲利赛 这是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王珊珊 这一脚跳传很棒啊 尺度拿捏的啊 非常不错 好球啊 他们不但打破了将军 还很快 就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个球 来看看进球的过程 比较漂亮的过定球传到了危险区域 最后打门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他们现在要换上一个新的队员 优势扩大 比分变成了2比0 梅尔维纳马拉 还在耐心的组织进攻啊 但是最终结果是球权交换 教练该换人了 他还在带场比赛 把球铲直了边线 接外球 卡托托 拿球的是卡尔沙维 维控制住 被对手拿到 张瑞 张瑞 有机会 球进了 这是他们今天第二次动穿对手大门 再来回顾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 边路起脚传中 落点不错 他这个进球得进得多轻松啊 甚至没有起跳 就想到了脸把球顶进 目前比分已经变成了3比0 卡迪 迪亚图 迪亚尼 把对位的防守队员给过掉了 把门 门将立功了 直接把球发到了进区里 这个球啊 确实要表扬防守队员的表现啊 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真是个好门将啊 这个盛门被防守队员挡住了 门将表现很好啊 把了个短子继续组织 球出底线了 角球 球传到了进区里 过犹不及啊 这球偏太多了 张欣 球权一主漏 看来身上的伤还是有影响的 教练也许要考虑换下他了 一个横传传到后点 这里有队友接应 这下球迷可以喘口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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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也许要考虑换下他了 马力卡托托 马力卡托托 打力 虽然只有一点点啊 但越位啊就是越位 这个伤球直接把球权拱手让给了对方 张欣 接下来就看他了 就被扑出去了 不过警报还没有解除 力量十足 可惜就是角度偏了一点点 感受到了对方的压力 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直接打了 这一招射门让门将做出了一次精彩的飞身扑就 但是这仍然不足以攻破他的食指关 球直奔进区剧了 有没有机会呢 他的伤痛对他还是有影响的 教练可能会把他换下去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他的对方意图这个判断非常准确 队友应该能拿到球 这次拦截充分体现了他在防守上的造诣啊 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传给了王珊珊 进球机会来了 这都能扑到 这是什么样的反应速度啊 脚球奔着进去去了 还是很危险 一次成功的抢队终结了对手的进攻 格拉斯 格尔罗 打防守队员的身后啊 很不错的尝试 防守队员即使把球断下 没有给对方任何的机会 看他还在忍痛坚持 也许应该可以换他下去休息了 这里可以尝试突破了 看这球破门了 再来回顾一下他们的这个进球 不得不说啊 他们这样的TikTok啊 给人一种是完全的享受 最后的这脚推射 更是让门将鞭长莫及啊 一分被改写成三比一了 第四官员公布了捕食的时间两分钟 他只是在示范啊 怎么带球向前 球直接飞向了门将 在表演一声照响 双方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 中场休息结束 法国姑娘们开球 拉开了下半场的帷幕 球没拿稳啊 球权交给了对手 他把哨音响起犯规了 非常及时地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看看他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没反击成功被对手断球了 防守队员啊 选择把球踢出了边线 这是玛丽卡托托 能先搬一个回来吗 门将门前就先 把球扑向了立柱 越位了啊 边才已经举齐了 他还是要多跑的东西 至少不能一直在越位位置等着 嗯 看起来主教练在调整战术啊 我看即将是要派上一名替补了 现在就是看他个人的魅力了 本来啊 是很有威胁的进攻 结果没保护好球 格雷斯 格雷罗 碰住球了 还在接内 裁判是一边线球 他带球朝内切 寻找机会 缩小分差的好机会 多好的机会啊 可惜他没把握住 对手的球门球 张鑫 王珊珊 简单的过人啊 这球犯规了 他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 黄牌有可能啊 说实话啊 我稍微有些意外啊 裁判这次居然只给了一张黄牌啊 啊 这个办法多少是会有争议的 争议点就是怎么样才算是明显的得分机会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没有给门将留任何机会 太漂亮了 还有比这更美妙的弧线嘛 看着是在门珠外旋转 但最终还是落在了门里 太漂亮了 比方被改写成了4比1 他用划铲抢回了皮球 很精彩的一次防守啊 老家慧 老家慧 往双 川中被挡住了 反击的机会来了 他们会怎么选择呢 萨吉娜卡尔沙维 成功的抢队 成功的防守 双方已经进行了65分钟的比赛 只剩下25分钟的比赛时间了 赶进来可以打门了 漂亮的扑就 角球给到了进区中间 还是很危险 打高了 马里昂托轮 对手很难拿住球啊 能改写比分吗 漂亮 他成功带爆 而且可以拿到一个比赛用球啊 这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 没错 今天发挥非常非常出色 是 双方的比分已经变成了5比1 常规时间只有最后的20分钟了 格拉斯 格尤罗 就这么轻易地把球权交出去了 张鑫 王珊珊 格雷斯 格月罗 他简直就是对手肚子里的蛔虫啊 预判得很准确 哈迪迪亚图第二 支援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我满心以为这次能打进一球 没想到对手多灰的球权 我自作多情了 横传进去找队友 队友周围好像非常空啊 齐球打门 没有威胁球门的机会 挡住了射门 皮球划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 飞向了球门前 格拉斯 格尤罗 这球出边线了 现在是至界外球 一脚远射 这是纯碰运气啊 哎呀 高了 1 2 4 5 6 6 6 马利昂脱轮 就被防止忐丢了 仗睿 开始反击 机会来了 反击都来了 防止阶员还都不在位置上 这拿到了一个界外球 这是卡迪迪亚图迪亚尼 在自己的禁区里 真是一高人胆大啊 可以打门了 球又进了 这完全就是一场屠杀呀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游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比赛快结束了 比分一边倒 没有悬念了 格拉斯 格尤罗 马里昂 托伦 防守不错 在自己后场把球抢断了 打判表是不时两分钟 这球能进吗 你看这个球进了 进了 进了 回顾一下这个进球 拿到球以后迅速地展开了反击 实际抓得非常准 反击质量也非常高 面对机会他们更是没有脚软 直接起脚 一脚力量十足地打门 破门成功 盖拉斯 格尤罗 赶给了卡尔沙维 戴尔菲娜 卡斯卡里诺 看看穿球质量如何 比赛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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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束了